嗨大家好,我是湘琳 今天呢要来继续我们的这个大学生观察日记 上次呢我们有聊的是 这些事情很重要但是没有人跟你说 还没看上一支影片的呢,大家也可以先去看看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影片啦 第一个想法面呢就是要 自己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我觉得身为一个大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承担你的决定 我们新闻上常常会看到 像我今天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 可能有一个人他没有算好自己的体力 然后就去从事了一个户外运动 然后体力不值等待别人救援 那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呢 那就是你不够足够了解自己的体力跟能耐 有时候是再加油再努力一点 我一定可以 对没错我们也希望我们一定可以 可是有些事情呢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就不要去特别冲破了 所以知道自己的决定 然后也为此负责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那再来第二个想法面呢 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不要把老师长辈的话当做圣职 要学会自己判断 学会独立思考 我这边呢举一个俗女养成记里面的一段话 他就说不听话会被揍 听了话也不一定有好下场 听话或不听话 生存还是毁灭 to be or not to be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没错他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 其实呢就是想跟大家讲 有时候听长辈的话不一定对 有时候也不一定错 你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我不知道大家渐渐长大了之后 有没有发现 其实老师有些话真的超怪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小时候 有没有遇过那种老师 就是他为了他的目的 不择手段 家长会的时候 学校都会给老师一定的压力 然后老师就会希望我们的家长都要出席 那我们老师就会说呢 不出席的家长的孩子哦 同学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你爸妈不爱你 你怎么可以跟一个国小跟国中的小孩说 你爸妈不出席家长会 就是不爱你的代表啊 我等一下听到觉得很错愕 不过因为我爸妈都会来 所以我很确定我爸妈爱我 可是我爸妈爱不爱我不应该用这件事情来 就是 这是情绪勒索耶 现在才知道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很夸张 所以只是想跟大家讲 老师的话不一定是对的 然后你要自己去思考一下下 我不知道我觉得例子 会不会太夸张啊 还是不够夸张啊 但是我真的觉得真的不要把长辈的话当圣职一样 不是长辈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要回到第一点 你可以为自己的决定承担 你今天决定要听他的话 是你的选择 你今天决定不要听他的话 也是你的选择 所以你要能够承担你当时做的选择 第三点想法面呢 就是大学可以试错 可以犯错 但不是所有的错都可以被原谅 我来讲讲 这个拥有时间还有拥有自由 绝对是大学最吸引人的地方 那试错的意思呢 其实是指说 你可以用尽全力去尝试一个事情 那失败了就换一个做法去做 也可以在从中找到自己的兴趣跟事物 今天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没那么适合自己 那就换一个啊 没有关系 那兴趣呢 绝对是你未来出社会里 可以陪伴你走过人生低潮与高潮的伙伴 这个高潮讲起来好奇怪 反正就是走过低谷跟山峰的部分 兴趣可以跟未来做结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如果不会 那又怎么样呢 兴趣其实是可以陪伴你做一个正式以外 休闲放松的事情 所以兴趣只要你开心就好 不一定要超成功 那我这边突然为了兴趣做朱节 但我想讲的其实就是说 在大学这个时期你是最可以探索自己 然后发现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搞不好可以找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你 也可以是一个很冲突的自己啊 那我刚才讲的这个犯错呢 有一些事情是本来就不被容许的 譬如说 偷窃 侮辱师长 这些事情就是法律做不行的事情 就是不行 侮辱师长这件事情就是 就是有同学可能就是很不满老师 然后他就会当面呛老师 然后骂完老师以后 他就跟老师说 老师你是老师欸 你要对学生宽宏大量 我是学生 你应该要原谅我 哇我跟你讲 我听到这句话也是头很痛 而且有的时候 不只学生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家长也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就会 我跟你讲 生而为人 没有人有义务是要被辱骂的 任何人都是 凭什么你骂我一定要原谅你呢 我可以选择原谅你 但我也可以选择不原谅你啊 就是辱骂师长 辱骂同学 这件事本来就超不应该的 所以呢 这么一般的小错误 我确实觉得这不是小错误 这个样子的错误 希望大家不要犯 接下来呢 第四点就是 有钱有有钱的读书方法 没有钱有没有钱的学习方法 这句话呢 是出自于我大学时上课的教授所说的 我当时其实对于这一点觉得也还好 可是其实到现在看了这么多大学生 我才发现 原来当时老师也是看了多少的学生以后 跟我们分享出这句话的 现在想想的确蛮感慨的 可能很多的朋友 就是2000后的同学 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上过双语幼稚园啊 我那时候是还不流行 但是到你们这时候 好像应该是一个父母当时的选择 那有的人呢 可能家境比较OK 那他有出国留学 然后去国外闯荡的经验跟机会 可是也有一些同学他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吧 我觉得呢 每个学校每个系所一定都会有像这样子的同学 他的家境不是非常好 所以呢 他非常的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在做学习 就我而言呢 我直接有看到一个同学 他的状况算不好 可是他英文程度超级强 他是那种可以跟外国学者应答如流的那种状况 你知道看了都很汗颜 我们多少人从小就开始学梅语 但是到现在我还只能跟大家说 我英文没有很好 但他确实可以跟学者对答耶 他可以在演讲上面提出问题 然后直接跟对方就是来回对讲 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诧异 尤其我又知道他家庭背景 他真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 在认真跟在联系 不管你的经济状况如何 你是要自己负担的 或是家人帮你负担的 这都不会是你学习不好的借口 因为有人真的在很不好的状况之下 但还是非常成功 就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 然后钱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你学习 但是如果真的是很极端的状况 学校一定会有一些补助的奖学金 然后补助的一些措施可以进行协助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到前面 如果你让老师记得你 戏班记得你 很有可能他们在知道有相关资源的时候 会赶快告诉你 最后一点呢就是 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能耐在哪里 我自己呢在大学曾经有做过几次试验 就是为了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 那之前也有过就是一个学期 排了很几个活动 我有当总招 有的当副招 有的就是帮忙活动执行 那我一个人又想要身兼夺物 就是想知道自己最最最最最极限在哪里 那每一件事都想要做好的我呢 当然会过得很紧绷很有压力 可是活动到了最后一个 我却有一点无能为力做好它 重点是我还不知道事实的跟别人请求协助 所以这件事情后来是有朋友发现 好像我快不行 快hold不住了 然后我又不愿意跟大家说我不行 我觉得我可以 但是实际上已经hold的很辛苦了 同伴的用意呢 伙伴的用意呢 就是要来support你的 所以呢其实在这时候我还蛮感谢同学后来就站出来 就说我们一起做吧 所以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到我想象中那么好的的样子 但其实呢也完成到一个还不错的地方 从这一件事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里 这件能耐呢 其实大家也不一定要像我一样一生就是去感受 有时候你也可以知道自己的状况跟极限在哪里 然后事实该需要的时候 就要跟人家就是拜托救救我 或者是请帮我一起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最厉害 一定会有很不错的朋友在你身边 如果你身边都没有觉得你很棒的朋友的话 你要转系转学也可以 去一个你觉得有partner 有同侪 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吧 好 今天这支影片呢 讲完了 真的是我的大学生观察日记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有同感呢 其实我觉得自从我的工作场碰到大学生以后 我只要碰到在跟教学相关方面的这种朋友们都超有话聊 我可以发现不管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 北部中部南部的大学 其实同学会发生的事情都差不多 尊重老师 知不知道自己的极限 懂不懂得找方法 这些等等的 其实都是共通的 所以 如果你也有相关的经验想要在下面分享呢 也欢迎大家分享咯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 拜拜